1998年瑞士格斯塔德战 一位16岁的少年抵抗了80分钟后 以两个4比6输给了当时世界排名88位的阿根廷选手卢卡兹 当时很少有人能想象出 这位16岁的少年会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史上最伟大 24年后他已拥有20个大满冠冠军 103个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单打冠军 310周位于南单世界第一 他让全世界球迷认识了网球优雅赏心悦目的那一面 北京时间9月21号 罗杰·费德勒踏上了伦敦拉乌尔杯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伦敦毫无疑问是费德勒最爱的地方之一 他曾经12次闯入温布尔登决赛 8次夺得冠军 是赢得温网次数最多的男单选手 他曾在这片草地上击败过自己的偶像桑普拉斯 他曾在这里和罗蒂克、纳达尔、穆雷上演过惊心动魄的长盘大战 当然费德勒也爱墨尔本和纽约 在大满冠的赛场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对决 也在赛场留下许多遗憾 费德勒最让人高兴的眼泪是2009年的罗兰·加洛斯 击败索德林后他成就了全满冠 是阿加西和格拉夫夫妇之后第三位全满冠选手 一路走来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费德勒时代 也和志友纳达尔创造了费那巅峰对决时代 还见证了三巨头四巨头的时代 24年的职业生涯费德勒其实并不算伤病特别多的 但他的膝盖自从2020年以来 已经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接受了三次手术 但伤势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治 因为长期养伤 费德勒无缘2022赛季的四大满冠全部赛事 费德勒的积分已经被清零 种种迹象表明 即便多么不想这一天到来 但这一天始终会到来 我已经41岁了 过去24年我打了超过1500场比赛 网球给予了我太多 超乎了我的想象 现在我必须意识到 是时候结束我的职业生涯了 9月15号 费德勒宣布了即将在拉乌尔卑退役的消息 因为身体原因 费德勒只出战双打比赛 据媒体报道 最后一场比赛 陪伴费德勒左右的搭档 极有可能是一生之友 纳达尔 看视频 上封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